女童成為年輕人 羅斯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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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悄哥 我們得盡快找到羽姐姐呀 不能讓她一個人去找最後的客盤 哼 我們這就出發 怎么样 看见鱼西没有 没有啊 这可怎么办 找人问问也没人理睬 这地方的人真冷漠 老丈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红袍子 诶 怎么不理人啊 这的人还真是 你们说的那个人 我见过 赵佑 那位姑娘身穿红色袍子 和这里的人穿着都不一样 手上还有个漂亮的镯子 说的可对 昨天半夜往那个巷子里去了 却没看见她再出来 那边的巷子吗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说昨夜 为什么大半夜的你会在这儿 你们要找人还不快去 找人这事儿有时候等不得太久 啊 谢谢 依依 我们走 小殿下 快和你的朋友离开这儿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卵呢 地界怎么样了 东汤到现在 我也算是为此事而来 小殿下 此处非是现实 而是幻象 是古城往昔的幻影 阳关古城早在旱时夜已荒废 沉入浣海之下的黄泉了 如今 幻海翻腾 幻象竟生腾进入了此界 古儿我来此探查 看看是否还有些其他的变化 此处非真非幻 小殿下 还是尽快离开吧 依依 啊 就来就来 小殿下 还是尽快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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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关古城早已成匹妃 又此情出现 在现当年光景 黄泉下的城将一一重现这世间 带着自己的过往和自己的记忆吗 就像是陈底的沙力 因河流的改道而重现天日 被扭曲的地脉 终于开始复原了吗 但被复原后的地脉 也会开始顺着原始的轨迹流淌吧 那久远的秘密 也终究要重现天日了吗 那位姐姐说的要是实话 于姐姐难不成还凭空消失了 依依 这块地砖有点奇怪 我看看 好像是个机关 说不准这下面是条密道 若是于西进了这巷子就再没出去 我看看 这砖石上刻的是什么玩意儿 却是记录什么 唐和于田国 和亲 于田国 王治西城 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户三千三百 口万九千三百 圣兵两千四百人 于田国 怎么记得乱说过 这西域古国 国姓氏 玉池 免 玉池哥 我说 这会通向哪里呀 果真是密道 于姐姐 你听见吗 于姐姐 我们先进去吧 既然于西一直没离开巷子 想来定是进了这密道 我们进去看看 小布点 你觉不觉得 和那咫尺山河道有点相似 难道 此地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小布点 你在看什么呢 一步咫尺 天涯路段 这里 难怪赵佑会来这儿 是为了探三图川吧 玉池哥 你借一一的眼睛来看吧 你看 是三图川 岳池哥 你借一的眼睛来看 岳池哥 真是眼睛来看 三图川 岳池哥 虽然你灵得 大鸡池哥 那中的眼睛来看 大鸡池哥 我想到 往前 conoc 恼然有眼睛来看 你下了什么 再对这堆地 显然的眼睛来看 均佑得 这些东西积蓄的久了 或许还会对人事造成些影响 这么说来 这些就是积在三途川内的植语院 应该就是了 这些会拥塞本来畅通的三途川 世间之愿不得就会无法消散 总得有人来不时清理一二 话说 你怎么知道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 为什么你的眼睛能看见 这是个秘密 秘密 依依在家乡可是与众不同的人呐 我们别说这些了 先先去找于姐姐吧 这也可准备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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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遇到什么事 我叫阿花是这附近上阵子的人 我叫小鹅患了乐病 公公担心 总会变上伤难 说是要为小鹅采药 可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我发生看见 听见不少金瓜的吼声 你公公 不会是被金瓜吃了吧 不要啊 不要啊 依依 你别当心了 他年纪小 说话不进脑子 这样吧 我们上上帮你看看 你记得放心吧 多谢大侠 多谢大侠 雨池哥 我们不是要 雨池在这儿的话 也不会做出物理吧 模式出形式 鹰也不会耽误太久 看到了 就在那 又有人来 有妖怪啊 加了 那些妖怪 似乎向老头那里去 拦住他们 保者是不神帅利先 不能从我们来入赛山 模糊送他去那边出路 好 妖怪啊 喂 我们可不是妖怪 老大 老大 快下山吧 你的恶习在担忧你呢 是大花带你们来的 我的好恶习啊 别哭啦 你下次别做那么鲁莽的事 让他担忧 不就好啦 哎 我也不想如此啊 可娃娃病了 怎么办 就说我的村子买些药材不就好了 你都这么大年纪 为什么还要来自己山山里采药呢 买 买 那还来点钱啊 这年年征战 凡是过了寒乌就要到村子里 盘拨一番 进来 还都会去门派的供奉 哎 别说是买药了 就是连吃食 都快供不及上了 江湖门派会向百姓收取税赋了 什么门派这么霸道 那是玄冥教 玄冥教不意思这个名 好像叫什么 空童 嗯 原来是这群杂碎 空童派哦 密道这么深 弯弯绕绕 不知道到底往哪里通 哎 玉池哥 你快看 这时间脚上挂了快不骗 这 看着衣料纹理 倒像是鱼西衣袍上刮下的 他想必是行色匆忙 这才连衣妹被勾挂了都未注意 不知道他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大师兄 不好了 又有人进来密道 这阳关都荒废几百年了 挖出条密道来 居然还能给人接二连三地闯进来 况且 这密道才偷偷挖好没两天 旁人如何就小得了的 真正是古怪 走走走 跟老子去瞧瞧 哇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都是幻花弟子 玉池 小不点 我们过去问问 诶 诸位兄台先莫动手 在下并非有意闯入 只想打听一位朋友的下落 他似乎进入过这里 方才还没认出来 你这一开口 原来是你呀 玉池俩 你们石轮宫的人 是赶踏的来串门呢 昨天把守的兄弟疏忽 让那个女的跑了 这回你们就没那么走运了 你们是幻花剑派的人 我们只是来找人的 你看 没必要这么着 要你死我活的吧 哼 当初你们闯我山门 夺走我师父要的东西 那会儿梁子就结下了 今儿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兄弟们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那这次又要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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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芸汐现在在哪儿 你们可有伤她 昨晚只有两人职守 哪里是那位姑奶奶的对手 掌门刚通过密道 她就闯进来了 说是要去找掌门寻仇 走 走 带我们出去 指明芸汐的去向 就饶你一命 她奶奶的 为什么每次被活捉的都是我 你们 给我松松绑 我这就带你们去 别耍花样 走 这 怎么从这破城墙下出来了 那阳关城呢 哎哟 二位别说笑了 阳关都荒废百来年了 免 荒废百年 城 城 城若是以匹废 那我们之前去的又是什么城 啊 城 外面城墙都土里埋了 呃 真古怪 但那指路的人给我们指向的密道 鱼西也确实来过 估计是什么山精野怪编换出来的 都算帮了我们忙了 若是往后再见面 再道谢吧 幻花弟子说荒沙绿洲以西有一村落 应当就是这里了 若是鱼西针朝这个方向来的 怎么会不顾此地食物 难不成我让那幻花弟子给骗了 有人吗 救命啊 免 这么浓郁的食物里也有活人 词哥 我们 速战速决 若鱼西针路过此地 死人兴许见过 我先清除了此地的食物 天赋地载 四十法成 视为无形 定息灾厄 明清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没想到小老一天还能遇上良火救命恩人 良火 这位老兄 你所说的 另一个救命恩人可是位红袍少女 额顶还坠着一枚方形灰迹 对对对 就是他 若不是他解决了之前的食怪 我绝活不到现在 都怪我贪恋身外之物 他明明劝我趁早离开 哎 哎呀 鱼姐姐若是都解决了此处食怪 你怎还会被围困 难道鱼姐姐没有清除食物 以鱼西的性格绝不会放着眼前极具的食物不理 糟了 难道是他之前的毛病又加重了 小不点儿 你可曾见过你鱼姐姐对食物置之不理 若不是实在无法清除食物 他断不会留下那后患 喂 鱼汁哥 你还傻在这干嘛 快走快走 快去找鱼姐姐 鱼汁哥 鱼姐姐好像被他们围住了 让开 小姑娘 你为了见叶某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总算找到你了 小姑娘 你家门之祸怪不到我身上 都说了我当年只是奉命行事 时军奉禄 与军分拥 此乃朝廷之命 当年我身在其位 废话少说 可恶 业掌门 你可轻着些 人死了 你可没人拿出来陪我 咱们废话就不多说了 你可认清楚了 确定这就是当年的鱼家人 正是 倒是得亏你当年 做皇城司提点的时候 不忍下手 留下鱼家这个活口 不然当今圣上突然发话 要再找地脉 兄弟我都不知道 从哪入手拿人交差 此事叶某人已办完了 此后 桥归桥路归路 我就只是 幻花剑派的 话说得早了 叶大人 这人还没拿下呢 若是没人带回去交差 兄弟我少不得得拿你还活着这事拿出来 将功抵过了 你看 你且助我将人拿下 我们这再来谈 你们要对云姐姐做什么 什么人 一二流 呦 叶掌门 这两位是 无关紧要 不想让他们搅局 那就 一并杀了 好这关 余希的复仇 那我们要选选项齁 就要让叶掌门帮我们 那选项内容是什么呢 诶 好问题 诶我忘记了 我们等下建计其次去选择吧 好我逼你 哦 翻个 有没有放吗 我再放一个 可你一一啊 那可你一好了 八山有雾 阿良 依依 你们快走 他们人手太多了 方才那支言片语听下来 这叶掌门与皇城司的人马 也并非没有嫌隙 或者可以在他们中挑拨一番 将其说动 成为我方助力 且慢 叶掌门 何事 再接再厉 看来确实有挑拨的余地 这 倒确有道理 这皇城司提点 保不定将我假死逃离皇城司的事情 告知朝廷 哼 我算明白叶大人的意思了 你且当心着 我们收拾了这帮小鬼 再来收拾你 robust 那就迢了吧 我们先联手解决黄城司的人 我叶某人 却不愿再为皇家做那些 不明不白之事 当年身在局中迫不得已 也罢 今日 提点大人 叶某人与幻花剑派 少不得得罪了 幻花弟子 我们此番先与皇城司一战 你是要与我大宋为敌了 提点大人 俗话说山高皇帝远 可况皇城司行事 你难道不知 凡不可言说之事 真是出了纰漏 可有人承认你们是朝廷之人了 此番 我们之间的纠葛 从今往后便算是到此为止 往后 我只是幻花剑派的掌门 这 多谢 姑娘 我早已离开皇城司 那些往事 非我叶某人之意愿 今日 我只是个 去死吧 倫希 倫希 师父 叶老贼 虔诚往事 你真以为能一笔勾销 倫希小心 你们这些萧萧 正在此时上我试 聪儿不可 师父 姑娘 你的家愁牵扯甚广 当年江湖庙堂 就连四巷门都牵扯其中 而今各方势力都着眼地脉 你家当年据传有测算地脉走向的能耐 这才一来杀身之祸 即使是今朝提起此事 我叶某人依旧问心无愧 人哪总得往前看 冤冤相报 师父 你们今日试试之仇 我长从记下了 这血仇 来日定会找你们讨回来 尹 我看你 看你 我看你 你 这一天 这一天 我们最后来就去 尹尹 别走这么快啊 等等我和小布点 阿良 你带依依走吧 等我把事情办完 会去找你们的 为姐姐骗人 依依才不信你 依依 自始而终我都错了 我就不该将你们拽进 这寻星鬼客盘的事情中来 这本不该是你们的路途 阿良 记得我们刚离开大雪山的时候吗 你问我那条通往龙居岛的岔路 问那之后又是何处 我说 你说那之后是漫漫黄沙 日升月落 久远的过去中有很多传说 但那个方向不是我们的路 我们的路在别的方向 我记得 但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还是来了这里 不会再有回头路了 这是命 于西 你 你说什么都没用 星鬼客盘的事我会自己解决 啊 找到了 于姐姐在地图上做了标记 她打算去小方盘城 小不点 干得漂亮 你们两个 我乃苍城客栈外使 受命来死处理事物 却突遭破袭 还请相助 免 那不是吴明姐吗 不是说是苍城客栈的人 遇到危险了吗 怎么是吴明姐 你们 又劳烦你们了 我是无妨 请替我保护好这些西夏兵 这些人手尚有事物要办 放心交给我们吧 他们就在此处 阿良 依依 我们须得配合作战 迅速消灭此地的腐虫 才能确保这些兵马无损 曹大人 你怎么和苍城客栈的人在一起 此时真说起 那得从梁州一别开始说了 为老将军报仇 牺牲于苍城客栈之下 查到了些许蛛丝马迹 当初盘沙堡之事 可能就是一场阴谋 我们有要事在身 恐怕无法相助 总之 吴明姐要帮忙的话 记得找我们 多谢你们好意 只是 此时却也只是 吴明自己的事物 屡次得你们相助 已是过意不去 待得报此仇 若吴明未死 当成诸位助力 你觉得是什么缘故 会不会觉得不是啊 毕丝哥 你是在外的阳光古城吗 你不是我差点忘记这事 想想起来 废弃的神在现世间 我们都还进去 总觉得怎么想 怎么松来 看来大多数了 还是没办法接受这种事情 毕竟黄泉下满场的废弃之城 藏着城池记忆 怎么想都会叫人觉得怪异吧 但是在城池上 为什么会上府呢 这是不是家乡动荡的原有 怎么了 你有心事 没有啦 只是觉得这件事 有点奇怪罢了 话说四个人都觉得奇怪 是吧 哈哈 不想笑就别笑 不想说就不说 等我没问就好 不想的 赵又现在来了 那这事也就不是我能插手的了 小脸 我问一件事 没什么事 你要问就问 干嘛那么严肃 我让你耳朵进得很 很久之前 到日子三眼 那伙讨不论着 喊鱼西进旁说话 他和鱼西说了些什么 你还记得吗 那个鱼西哥 那时候一一 也就是顺和听见了一个耳朵 他说了什么 他那时候似乎说 去将明星星法送给你 然后鱼姐姐就很不乐意 星法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鱼西这回没将食物出去 是这样的啦 星法虽然都自称为 七五来吸纳食物 所以估计是让这星法 对兽术有爱 但他又说什么 鱼姐姐的心命令有他用 鱼西 所以当一那时说你快死了 是真的了 鱼西 但我真的不想你死啊 哪怕是见错了 鱼姐姐一定有难言之苦 之前在南州 你用了星法之后 鱼姐姐还生怕你有不适 我不是在想我自己 那鱼姐姐 显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那尊者记说鱼姐姐的心命有他用 并不会让鱼姐姐有事的 找到了 站在客栅内找什么 这 此事无名无可奉告 既然以为皇帝相似 他日在见 自可相问 无名 直牺牲于此 使君奉路 与君奋拥 大人基督此说 无名 叫我无名便是 早说了 世间已无朝大人 无名 我只想问 常常科大所寻 可与地脉有关 你也只想 为了做什么 那朝大人可知当年 大座城寻地脉 皇城师 是否牵扯其重 无名 不知此事 不知 那便是有此事 这事情不该知晓 是 你想问什么 将军是否知晓 人已经死了 愤愿愿愿纠缠来 却又有何意义 生前万千罪过 死后 你可艳香与善 你这样为问什么 知道 于昕 于家将军 平身无愧 唯独此事 难万怀 你问来 又有何意义 即便证明的 推测 对你而言 又可解了心结 愿真不过父王 你知所寻 不过自寻烦恼 我的追兵 于姑娘 你跑不掉的 要怎么这会儿 偏就遇见了 这会儿黄成斯的追兵 确实古怪 我们这一路 也再没遇到过其他人 况且这是在 别人的地界上 黄成斯不好大举出动 而我们此前 也没放跑过 黄成斯密探 也不知道这些人 是怎么找来的 哎呦 你们怀疑 吴明姐就直说呗 这会儿人又不在眼前 而且 她原本就是 黄成斯的人 怀疑她其实很正常啦 怎么回事 有血腥味 去看看 没追踪我一路 还妄想偷袭 这是为了什么 今日 我要你为吴将军偿命 吴明 是你 玉迟 吴将军之事 与此人相关 求你们务必相帮 没有你这句相求 我们也定会相助 何况 我本也有事 要问这家伙 嘿嘿 有趣有趣 你们还想联手 我偏就叫你们兵戈相向 哈哈哈哈 这个笑声不行啊 什么 哈哈哈哈 被我吐槽第二次了 最好是 嘿嘿嘿 哈哈哈哈 至少要这样子吧 什么这样 哈哈哈哈 这什么东西 什么鬼配音啊 不是 你说是收的钱很少 是配的不甘 心不甘情不厌的 哈哈哈哈 这是配音怎么不行啊 可恶 我被他控制了 你们无需犹豫 杀了我便是 别开玩笑了 避开你便是 你这不人不鬼的家伙 以为能逃得掉 你就算杀了我们都无用 西夏兵马正搜查你 我以沿途留下标记 孤岛爷已赶来 来多少人 下场无非都是一个死 无妨无妨 我们且先玩上一局 玉蚩 我等你杀过来 多谢 实力力 就是你 联合妖教勾结宋朝廷监令 构陷无林 又借他之手 点盘沙宝之便 拖延我回宫时间 趁机命人潜入宫内 窃走我大下地脉徒 你这话里的意思 是要我偿命 还是索要地脉徒 我恐怕索要地脉徒 才是你这番话内重点 果然啊 天底下你们这些王侯将相 都一副模样 打着仁义的名号行事 却总不忘跟着颗 急急盈盈 自私自利的心 这位看着不是你们西夏人吧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位提了什么将军 莫非他是人家的部将 就这么着被你拿来利用了 拼着命都不要 废话少说 拿命来 哈 皮肤汉术 看来没我们什么事了 没册 明皇 我们此番来是为 这是什么 上回见你 便知你命不久矣 除尸之法 乃将人经脉做容器 你已被识 竟然五脏六腑 居然活到现在 怪在怪在 你的体内还有什么特殊的力量 能再涌动 是腰的力量吗 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实验品 不如让我 别碰他 你管得倒是宽 没了他你才方便降下忧城吧 你难道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什么 什么意思 我何时想要降下忧城了 别说你还没猜到自己的命运就藏在忧城 别说你从没好奇过自己的身世 别说你没想过要降下这幻城 我 明皇 小心说话 主人可是想拿走新鬼刻盘 亲自降下忧城 哼 知道了 这女孩的躯壳 我可就 先带走了 且慢 哦 又是 你竟然会说没错之外的话 明皇 眼前不便带人行动 我们需得追查地脉流向 为主人找到最后一块刻盘 你若要带着这十轮功的人 怕是 难得遇见这般好的躯壳 我先将其放入那古城地下墓穴去 又何妨碍 明皇大人 当务之急还是先寻地脉 找到刻盘 十轮功的人 与神雀功素有瓜葛 我们此前一系列行动 已被齋女打乱 此凡好不容易摆脱她的视线 此关键时候 还望莫节外生枝 再将齋女视线引来 况且圣女手中已有六块刻盘碎片 传言道 何人降下忧城便是其之主 若是圣女降下忧城 我记得您是想要那原本在幽城内的创命之间 若是圣女 会让您进幽城吗 如此说来 您发现 端音 翟女 嘿嘿 后会有期 小鱼西 暗梁 你也在啊 嗯 你又是 摘女大人 不知最后一块刻盘究竟在何处 啊 小鱼西 吴敢来正是为了告知你此事 最后一块刻盘可能就在 小鱼西 你可记得在沙州客栈时 无与你言说之事 我记得 既然这样 纳梧也就不再多言 你之行事想必有所应有 既然这般 纳梧便先行去办其他事物 此处便交于你了 啊 这 这有什么意思 不是说一起行动的吗 这 摘女大人还有事要办 我们往高昌古城去吧 那处生出异界乱象 很可能刻盘就在那处 不动尊者 无以见过了见错人 他仍与那机体同行 若此机体形势失大 那五等 怕是需要再早行打算 若实在无法 怕是只能将刻盘彻底回去 官化那时候选择了鱼西这扮腰做见错人 应就已测算到有朝一日 可能需毁去新鬼客盘 否则 联合要选燃进人魂就能焚毁新鬼客盘的伴腰 我从听闻 新年十三代债女 曾与夏侯自行选择命运的机会 同为祭魂转世之人 债女此方为何 世事流转罢了 你以为作为祭魂之躯的债女是如何被择出的 不过是 时机 当年葛云一也好 夏侯也罢 这些不过是需要 这才有了他们的行动轨迹 每件事都在按照轨迹运行 无虽是祭魂转世 但继承的 不过是记忆和知识 而非秉信 十轮星药之下 自有此局中最合适的人选 这才是天道 债女言外之意 可是在认为我十轮功所选 记体失当 还是认为我十轮功在此局中动了手脚 并无此意 只是不知为何 这记体给屋感觉很不舒服 你还是先寻回那部分失窃的魂 找回当年的记忆 这怕才有解答 譬如 当年为何不将刻盘回去 却将其放置在十轮移轨之内 譬如 当年夏侯出走后 究竟干了何事 这些 完全不在我们所知范畴内 记魂转世 不断削减记忆 当初只能先借此 维系扭曲的地脉 再一步步查清过往 不想而今看来 却是个麻烦 阿良 你别再跟着我了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于希 你说我和小不点跟着你 你可拿得出证据 阿良 你既已看过我留下的信 便该知道我 知道知道 不就是十轮功的见错人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这不也是在尽心尽力地找刻盘吗 怎么着看 也不会劳烦见错人执行使命吧 你 于姐姐 你就别连我们走了 好容易都到这了 过几天都能找到最后一块磕盘了呢 你们 你们两个又瞒着我定了什么计划 没有没有 不是我不是我 是于是 哎呀小不点 你怎么出卖我 说好了保密的呢 于希哥 你也在想刚才你的事情啊 嗯小不点 明皇接近于希那回 你有没有看见 于希身上浮现的光 哎 光点似乎是告诉了事 一个很像于希的人形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那并非是他 那和光点形成的 是什么 于希 你觉得在你中间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女告诉你磕盘在这 那这除了废墟什么都没有 最后还冒出个明皇 嗯 于希 你怎么了 啊不是 张女最后光头也不是也赶到了吗 她应该也没料到 磕盘不在这吧 况且撞见明皇 也实属巧合 这样吗 阿良 你记得左右双死吗 记得啊 怎么了 最后的事 可能还多谢这两 两人呢 他们前前后后 其实也算帮我们不少次 不过说起来一挂 又长是英雄的故人 却也不曾承认这事 之前也想过 兴许是四下门 派出玄米家的卧底 但 似乎却又不像 是啊 除去在南桌遇见时 英雄不在我们身边 他也就算是帮我们的一把之外 其余时候也没接他搜索过 然后 便是这回了 这事 你怎么想 我只是疑惑 或许我们曾有渊源 说 你们又有什么打算呢 这个 于希 这计划呢是我深思熟虑来的 绝对不是一词冲动拍脑想出来的 你姐听听 小布列 诶 是这样的啦 我们抢到最后一块磕盘 然后就交给张领保管 只要最后一块磕盘 没落在宣明家手里 就万事大吉了 对 所以实际上 我们压根就不用管强强磕盘碎片在谁呢 早些时候我们就赶磕盘交出去 只要磕盘缺一块 悠惠神想不就降不下来 这 阿良 你就从没想过要磕盘碎片吗 想要 我要那 那做什么 于希伯和突然问这 莫非此前我触碰磕盘所见的幻景 那这也是看见的吗 阿良 又是这样 罢了 还是等我们到高山古城再说吧 OK 好 ウ舍盘 她